海巡署南投艦 昨天在基隆港 移泊的時候突然衝撞碼頭 造成行人木戰道破損 幸好當時沒有人經過 海巡署回應表示 因為機艦故障擦撞 艦艇沒有明顯傷痕 後續可以正常的航行 至於航母公司則表示了 相關的搜救費用 出估要二十三萬元 拉起封鎖線 擺上三角錐 警官步道回順 護欄硬身斷裂 港邊水泥地突然缺一腳 現場變這樣 最可禍首就是這艘南投艦 海巡這艘巡防艦船身有吊漆 負責臺灣東半部 我專屬經濟海域內巡邏 呼籲任務二十三號上午八點多 在基隆港宜泊時突然衝撞碼頭 造成木戰道損壞 幸好步道上當時沒有人 海巡解釋 艦速機訊號異常 沒給出正確訊息 不利操作 艦上人員均安 不影響航行安全及本分署勤務運作 後續由港務分公司提供維修報價及騎乘 本分署將積極配合修復作業 艦艇這一狀步道大面積損壞 海巡給承諾配合修復與賠償 港務公司出估護欄維修費得花二十三萬元 移請廠商處理 碼頭面碰損 目前還在股價 事發地點只提供公務船靠搏 但港務公司表示 對港區營運沒影響 也暫時沒有航安疑律 因為受損範圍 台北主要集中圍欄 不過觀景站道破大洞 就怕有安全疑慮付救前禁止行人船越 記者陳光勛 陳立峰 台北基隆報導